好 主播各位觀眾借下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永和區的秀朗國小這邊 因為大約是在早上九點的時候 有一個重量級的選民 也就是總統蔡英文 是親自來到這裡投下他神聖的一票 而這個民進黨新北市長 候選人林佳龍 在早上八點結束 他在半橋的投票行程之後呢 也是立即的驅車前往來到這邊 陪同蔡英文一起投票 而總統蔡英文呢 在投票之後也來到了外頭 對外發表一小段演說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今天是投票日 那不論天氣是什麼樣的天氣 我還是在這裡 要鼓勵大家踴躍投票 那回家投票 那麼這是我們實踐民主的 最重要的一個時刻 所以我們也希望我們全國所有的公民 可以用手上的一票 來決定我們家鄉的未來 我們國家的未來 那麼另外這一次呢 也是我們第一次啊 有這個十八歲公民權 修憲覆決這個案子 我們也鼓勵大家踴躍投票 因為這是我們憲政體制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步 透過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 總統蔡英文呢 他今天是身穿著一席的 這個深藍色的西裝外套 並且呢他是對外表示說 無論今天天氣狀況如何 民眾一定要出來投票 並且因為他這個手中的一票呢 是關係的手中家鄉的未來 另外呢他也針對這個十八歲公民權的 複決案呢也是大力的催票 而透過畫面中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林佳龍 也是一旁陪在總統蔡英文身邊 並且呢在總統蔡英文結束訪談之後呢 也是目送的總統蔡英文離開之後 他也是搭著他的車子來回到他的競選總部這邊 並且緊盯著選情 那以上是現場掌握的最新狀況 把時間盡頭還給朋友